一年四日的第三十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在厦门举行音乐会期开幕式 上届金鸡影帝影后黄景春和荣媒 就上台举行点亮金鸡环节 予以金鸡的活动正式开始 大会也借机会在台上向前线的医护人员致敬 感谢他们在疫情下的无私付出 而成龙也有现身活动在台下支持 2020年这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 对全世界的电影人来说的不容易 但是我们中国的电影人抱团在一起 让我们成为第一个恢复电影市场的国家 中国电影人了不起 了不起 整个开幕里 以多套电影作品的音乐做串联 邀请多位歌手献唱电影歌曲 《说明物nel着歌手献唱电影》 爱了大海 就像那么一样 走遍天涯海角 总在我的身旁 至于备受捉木的金鸡奖班奖励 将在11月28日晚闭幕式上举行 佳时一共颁发19个奖项 陈可新和曾国祥分别执道的 《夺冠同少年的你》 就同时入为最佳故事片和最佳导演 有望为讲真光